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期货上旁边 今天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延续访谈商品分化 刚才领长原油油脂较弱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昨天大涨之后 今天延续访谈的走势 而商品市场呈现分化的格局 油脂板块表现较弱 原油小幅下跌 其余的板块方红上涨 而黑色系继续成为领长的板块 刚才延续了多头的势头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板 现在看到多头方面 铁矿的涨幅在4%以上 护铝PVC交通的涨幅超过2%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除了中铝的跌幅超过3% 其余的品种跌幅都在1%左右 可见日内多空双方的力量都不是很强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走势 现在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 那么黑色系还是成为领长的一个板块 铁矿石 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大幅上涨之后 今天是继续走强 那目前整体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偏强的格局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前期的一个关键位 再来看到热卷和螺温 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态势 继续往前期的关键位发起通机 包括双胶也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再次齐温反弹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走强 再来看到有色金属方面 护铝 那么说外盘能想 近期波动性也是比较大 目前再次齐温反弹 打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形成突破 国际同 互同 那么也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偏强的状态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走强 如果继续走强 可以关注一下短度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农产品方面 豆破 菜破 以及豆一 那么近期是处于一个高位区间震荡运行的一个状态 继续往前期的关键位发起通机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整个旁边 那么黑色系还是占据了一个多头的热点 那么有色金属和部分农产品表现相对较为弱势 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 中旅游 那么继续延续了一个震荡偏弱的态势 空头增仓 那目前冲靠火落跌破了一个趋势线 那么整体来说短期是转为一个震荡偏弱的格局 豆油和菜油 那么也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震荡偏弱的局面 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那么空头增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短期是偏弱的局面 如果进一步下破 可以关注一下短空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弱势的品种 红枣和生猪 那么继续创出近期的一个新低水平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延续了一个空头的表现 那么弱者很弱 继续创出新低的水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多多 还是要顺势而为 鸡蛋方面 那么前期创出性高之后 那么近期也是大幅的冲个火落 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真的偏弱 目前呢是达到4200这个关口 整体来说 再次处于一个震荡频道的格局 如果进一步下破 也是可以继续关注空头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农商品板块呢是分化较为严重 整个旁边呢 那么工业品相对表现较为强势 我们给大家制定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横盘运行 积蓄能量 耐心等待新的入场时机 那目前可以关注到强势品种 主要还是 K47当中的铁矿 螺和热卷是震荡上行 那么可以跟踪其多头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弱势的热点品种呢 还是看农产品当中的生猪和红枣 延续了下跌的趋势 鸡蛋冲锅回落之后呢 也处于区间震荡偏弱 可以继续关注空头的表现 商品市场在经历了大涨大跌之后 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区间横盘运行的一个阶段 那么新一波行情的发动呢 也是需要积蓄新的能量 那么可以等待新的入场 实际出现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参与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策略有此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